休息一下到底是什麼東西 來 其他裡面有沒有 這裡有兩個版一個一個2.0 都沒有關係齁 你要用比較新的 好這個要安裝齁 OK 好 裝完之後您可以看到在哪裡 在右下角有沒有這個人 嗯 那麼預設的話呢 這個我們把它點開齁預設它會 30 我看一下齁 30分鐘 顯示 哪裡 顯示 上面這個訊息有沒有 上面這個訊息30秒鐘 在這裡 30分鐘顯示 通常我是設60分鐘啦 那我以前有找過那種比如說有那個什麼 提起你然後會 螢幕就慢慢變模糊變模糊那一種 但是我怕這樣會影響你的工作 還以為自己演花 奇怪我怎麼把眼睛來看不見 結果是 好啊所以我們用這個就好了 好 那用這個的話你就是 我通常就設60分鐘提起你一下 好那 這個訊息你可以自己換成 這個 用中文的也OK 比如說 好 那這樣子它上面的這一個就 老師你借我一下拍去 這樣這個就OK了 所以如果你按耳拍 上面這個就變了 那這樣子呢 他就會在適時提醒你 起來動一動 我想這樣應該是比較OK一點的 比較OK 不會忘記時間 尤其有時候像小朋友 他可能一坐 就坐很久了 也許你可以稍微用這個方式 來提醒他一下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這樣應該會比較健康一點點 好比較健康一點點 最後我再講一個這個 Windows的快速鍵 不知道平常老師會不會習慣使用快速鍵 你有發現自從你會了電腦之後 變成只剩下一隻手 另外一隻手似乎已經慢慢退化了 哈哈哈哈 我平常自己是都是左右手一起 就是會交換啦 有時候用左手用滑鼠 有時候用右手用滑鼠 那是還好 那是你會發現 老師有發現幾乎 如果你是右撇子 幾乎都是在用右手 左手 都不都遠遠遠不代替嘛 突然不知道放哪裡好 那其實你可以搭配一下幾個快速鍵 那幾個呢 我部落格上有這裡的話 您看一下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您的鍵盤上有幾個 這幾個 那搭配一個快速鍵 加上這幾個 您可以低頭看一下您的鍵盤 右手邊這六個按鍵有沒有發現剛好都是左右鄰區 有沒有 好左右鄰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概代表什麼意思 一個是A嘛 Ctrl加A 代表什麼 因為英文我會O 所以如果說您遇到什麼 要全選有沒有 全選啊 就Ctrl加A就好 不用很辛苦的從那邊對底下拖到最上面 你就按Ctrl加A 那這個我們講的快速鍵 幾乎就是所有軟體都適用的 好 很少不能適用 好 那麼S是什麼 存檔 對不對 Safe 所以您要存檔就Ctrl加S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幾個快速鍵 在您的左邊還右邊 所以 按快速鍵的時候 Ctrl加這裡一定是一手完成喔 你不能放下滑鼠 這樣 這樣叫慢速鍵喔 好 就是你滑鼠繼續用 那這一手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這個都會 好 那這個也一定會 因為這叫Copy 對不對 所以會英文會三個 那這個呢 剪下 啊剪下不是叫Cut嗎 不好意思C被用走了 所以我們就什麼 行音 假借 象形 會意嘛 那這就是像剪刀啊 哈哈哈 剪下 對不對 剪下 好 那這個也會的 好 那再來這個呢 貼上 貼上Paste 哇 Paste 哇 Paste被誰用走了 你說按Ctrl加P 會出現誰 print 列印 啊被他用走 那怎麼辦 你想一下如果我少寫一個字 就這樣嘛 少寫一個字不是這樣嗎 啊這樣就是耶啊 最近比較流行的這個啊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這樣就是插入嘛 插入就是貼上 好這樣都會了喔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是什麼 做錯事要還原對不對 欸還原啊 Ctrl加P就還原 還原 還原我們一般英文不叫這個嗎 對不對 可是U沒有被用在裡面 那怎麼辦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欸有一個同學有分享這樣 這個叫做英文的0是什麼 Giro對不對 所以還原是不是就歸零 欸那就Giro啊 齁 這樣就會啊 其實因為我們 其實 因為老師都是教小朋友的 所以你會發現那小朋友特別厲害嘛 我們沒有那麼厲害會記 所以我們要用理解的 哈哈哈哈 你找到你會記的方法 那這樣就會記住 就不會忘記了 好就不會忘記了 那這幾個好了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 各位老師可以 呃使用的就是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我常常在用這個 對不對 因為不同的應用程式在切換的時候 怎麼按 Alt按著 Alt按著不要放 按下Tab Table那個按鍵 它就會出現這個東西 那你就 每按一次Table 就Alt一直按著 一直到你要的放開 它就跳過去了 好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常用的快速鍵 給各位老師做一個 呃參考這樣子齁 好